各位观众,各位听众,大家好,现在我们看到哈,现在我们请到了温志连主席李梅宝女士,那么呢,我们想请李梅宝女士啊,给大家谈一谈哈,那么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了宗宁馆,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呢,我们大家都知道,连日来,从6月9号,103万香港民众走上的街头, 进行抗争,那么现在,香港方面怎么对待这件事情,和现在未来的走向,这个将怎样,我们请李梅宝女士,给大家看一下,好吗? 我们今天在这里,就是有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, 还有温哥华,香港协讯会,还有加拿大,香港之友,共同主办,那么我们今天呢,就是联同其他,14个国家,30个城市,一起在这两天,都是举办这些活动, 是去继续支持香港,还有强烈谴责香港的暴力行为,强烈谴责林郑月娥,是不收回那个反中条例 那您觉得,就是这个反中条例,最终香港政府,是否能把它,就是他们要考虑这么多的民众,起来反对, 他们是否能尊重这个民意,把这个送中条例取消呢,cancel掉呢? 他要取消的,因为这个是很多香港人的意愿来的,所以他一定要取消,如果他们不取消,我们是不会撤退的。 好,谢谢您。 大家好,这是阿康先生,那么呢,我们大家看到了这个画,都是阿康先生他亲手画的。 那么我们今天请阿康先生跟大家谈一下,他为什么下了这么多功夫来画这么多画, 然后他今天又为什么来到这里,好吗?阿康先生。 好,谢谢,谢谢大家给我的机会。 我画这张目的的,我画这张画的原因是这样的,香港发生,六九时候发生的那些103万人到街上去抗议游行。 这是一个很和平的,很讲道理的一次反,反对,前反,反中的一次运动,和平运动。 而这次运动,后来的发展,变成了一个香港政府说的是暴动。 它的暴动和中国大陆1989年的暴动,有何区别? 讲法一模一样,谁是暴动? 暴动者是香港警察,他们用警棍吹了一弹,枪支弹跃,对待手舞寸天的学生、市民。 真正暴动者是他们,而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人,却说是把普通的百姓说成是暴民。 所以说这是对香港人民的污蔑。 在此,我表现是强烈的抗议。 所以说我想了一下,我要表达我的决心,表达我对香港人民的支持。 当时,我画了一张香港眼睿,因为在那天,有一个香港的母亲在对警察拼命地说,你们也有孩子,你们忍性对待他们吗? 所以这给香港人,给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看到了,他们是怎样对待老百姓的。 所以说我就,在这种情况下,我画了一个香港刘瑞。 那个阿卡先生,那您觉得这个香港政府哈,他最终能不能考虑这么多人,一百多万人来反对这件事情? 那么香港政府会不会因此而撤销这个送中条例呢? 现在很难说,为什么? 她说现在各自,而不是赤销。赤销和各自是两码事情。 这位林郑月娥来说,她保住她的位置,而不是保住她的那些,那个叫什么,所谓的那个反中条例。 OK,是这样的事情。 那您觉得,如果林郑月娥,如果是为了斩避风头,斩缓,看这么多民众起来了,她来了一个缓兵之际,如果她过后还要继续实行这个,推行这个送中条例,您觉得应该您怎么看这件事情? 现在目前来说,有的观察很难说,为什么呢? 她说共匪政府,她可以用什么样的话都可以,怎么样的理由都可以来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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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,说对待香港那些市民。 她就看,叫什么,用我们老百姻的话就说,也在观察,她也在观察吧。 不能这么简单的下决论,任何决论,OK,要看事态的发展。 那么呢,这个送中条例,最终将在香港以致国际社会,它如果说实行或者是不实行,将对这个整个香港和国际社会将产生哪些的影响呢? 她的影响,关键就在这个地方,她表面上说,逃犯条例,但是她的条犯条例并不明确说什么样的逃犯,是政治逃犯,还是经济逃犯,还是犯罪形式逃犯。 她没有说清楚,她把所有的人,包括爱好和平的人,只要对中共不满的人,她都可以作为逃犯。 这件事情是很含糊的一个,在法律方面来讲,是非常含糊的一条。 就是呢,我们看来就是这样哈,这个逃犯条例呢,它不是说针对极少数极少数那种刑事犯罪了,就是说整个香港民众,一百多万人上街反对这件事情,就说明每一个香港民众,他都感觉到自己切身利益受到了威胁,是吧? 对,这完全对,这你说的很对,我很同意,因为说天恋到每一个人,不是单纯的香港人是什么犯罪分子,因为他只要你对政府不满,对共匪不满,对共产党不满,他都可以,都可以成为罪犯,而且包括世界上,包括所有人,包括川普,他去香港,都有可能被抓。 被抓,然后就说了大陆,他可以说他是其他什么犯罪了,什么搞女人了,或者什么,又是抢了,又是赌了,什么都可以说。 为什么?因为中国大陆,中国大陆在七十年当中,已经很多很多的例子,举不胜举。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清楚,所以关键的还有一个,他的名称叫得很,非常那个,非常那个,叫我们讲的,木铃两可,木铃两可,他叫做逃犯条例,什么叫逃犯? 那这个逃犯就在这个地方问题了,那我们一定要把它认清,这个明白,这个道理,所以今天好多香港人来,包括好多市民,普通市民到这里来,就是为了这个问题,那要把问题看清楚,不是像大陆那些糊涂糊涂的,洗过脑的人,把那个问题看得那么简单,好吧,我就说这些。 谢谢你,谢谢你,谢谢你,康先生。 OK,好。 我们看到吧,今天来了很多人,还有些年轻人,那么呢,这两位女孩给大家谈一谈,他们今天怎么,为什么, 要来到这里,要打出了反送中这个牌子呢,好吗? 好,那其实我们今天呢,是要上学的,但是我们今天不上学,而来到这里,因为我们想帮香港的人,因为香港现在很多人都受伤了,就因为我们这个反送中的条例, 所以我们希望林郑月娥快点,就是测回这个修例,因为香港人不应该被送去中国。 其实我,香港很多朋友都受伤了,我们就觉得,香港不应该用这个不利,去对待世文,以前我们觉得中国,受这个条例之后,我们就不会有自由,我们不能去,选择说我们喜欢的东西。 你们在这里上大学吗? 呃,我们在上高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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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那你们希望那个季后化解下去将是什么情况呢?你们有什么希望吗? 我们希望林郑月娥撤回修例。 支持香港人,监斗。 香港人,撑下去。 我们支持你。香港激起来。 加油! 谢谢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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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!